近月来,不断传出华为5G被禁的消息,外媒不断爆出美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英国等,先后禁运华为5G设备、技术的消息。 中心芯片事件的余波尚未消散,而作为同心领域的巨头,华为是否成为下一个被制裁对象也令人担忧。 不过,最近华为连续拿下两个5G首发拳,展示了自身的硬实力。 第一个5G首发全天刚芯片1月24日,华为正式发表了全球首款5G基战核心芯片华为天刚。 天刚芯片拥有超高集成度和超强算力,性能比网芯片增强约2.5倍,尺寸和供套双双下降,且供应的皮普可达200兆。 据华为运营商BG总裁丁云介绍,该芯片在集成度、算力、皮普带宽等方面,取得了突破性进展,支持大规模集成要约PA公放和无约阵子。 算力方面实现2.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,支持200兆运营商品普带宽,以不到为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。 同时,该芯片为AAO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,实现机阵试测缩小超50%,重量减轻23%,功耗节省达21%,安装时间并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,有效解决站边获取难,成本高等挑战。 截止目前,华为在全球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,累计发布了2.5万个5G基站,天刚芯片预计可将5G基站重量减少一半。 第二个5G首发全,5G折叠屏手机在春节过后,2月的MWC大会上,华为将发表全球首款的5G折叠屏幕手机。 此前在不同的公开场合,华为高管曾表示,5G智能手机将在今年6月登陆市场,而现今的时间调整,无意向全球宣告5G手机上市时间又提前了几个月。 华为此次发布的5G折叠手机,将会是近东方的折叠屏幕,展开后尺寸在8英寸左右,折叠后则是5英寸。 此外,这款手机的分辨率,将为2048×1536,可以进行10万次的折叠。 此次华为5G折叠手机,确定将使用70980++8龙5000基带的组合。 这套方案都由华为自己解决,所以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 相比其他使用高通方案的厂商,华为还是有速度上的优势。 业内人士分析,5G折叠屏幕手机,属于杀手机产品。 加上此次发布芯片,华为向全球业界就机肉的意味十分明显。 随着全球5G商用的步伐进一步加快,各国都在积极部署着5G网络的建设。 华为在关键的基站芯片上取得重大成果,不仅向5G商用阶段在迈进一档步,更是意味着华为凭借技术能量突破美国围堵,在全球5G市场的部署,将渴望更加快速。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,关注电脑。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,关注电脑。